每个人都想拥有愉悦的性生活 但对愉悦的理解 每个人都不一样 男人通常希望可以在平淡的性生活中 做更多新尝试 在一个平静的晚上 小明向老婆提出帮她口爱 老婆立马飞脸 带着愤怒向她说 要我帮你做这样恶心的事 当我是什么 当我是不正经的女人吗 对她来说 口爱有助提升兴奋 但是对于伴侣来说就不一定了 淑女对于男人 用嘴帮她解决需求的态度是积极的 他们认为 如果女性任意为男性提供口交服务 那么男性也应该能够 为女性提供同样的服务 这种观点反映了 性关系中的相互进和平等原则 淑女们分享了 他们对于口交的看法和体验 强调了口交带来的快感和亲密感 以及在性关系中 互相满足的重要性 他们提到 口交不仅能够点燃浴火 还能带来亲密感和控制感 甚至享受伴侣的反应和身影 根据数据来看 口爱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行为 有一项来自美国的匿名调查显示 在18到59岁的人群中 有67%的女性和80%的男性 在上次爱爱中采用了口爱的方式 从这个男女数据的差异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口爱这种方式一些 为此随机采访了几位女性朋友 回答了为什么女生对口爱的态度 女25岁 口男票这件事 其实我的内心从一开始到结束 就是抗拒的 只是因为男票喜欢 希望我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用嘴触碰生殖器这个行为 本身就不太干净吧 我内心不是很能接受 爱吃知识冰淇淋女22岁 我和男朋友在欣赏配合度还是蛮高的 当她提出这种要求时 我没有多想就答应了 不过相互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像是无常的服务对方 这种感觉我并不喜欢 但是确实很爽 青山宁如是女28岁 和队友在一起有七八年了 口爱这种事情 我们双方都不会特意提出来 情到深处自良而然去做 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不错的体验 女26岁 让我想起了前男友 她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会强硬地要求我去服务她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 她变成前男友的原因 对于口爱我感觉不大 但这样被要求 求其但这样被要求 让我觉得她很不尊重我 作为性爱方式的一种 口爱其实并没有很特殊 但男女双方的态度却相差甚远 对于男生来说 口爱能给自己和伴侣带来更直接的刺激 另一半偏向服务的态度 也能够极高地增强她的自尊 不喜欢口爱的男生 无非就是对生殖器存在负面看法 认为做这种适当 私密等 又或者是没有在这件事中获得快感 对伴侣这样的服务感到不安 而女生不喜欢口爱 理由会更加多样化 首先女生很注重体味和感受 私处这个地方 本身就较为私密 可能会存在一些气味 吼这种行为 会直接将私密处的形状和气味完全暴露 让人不安 局限于我们匮乏的性知识 直接面对生殖器 还是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 也是很多女生拒绝的原因 而在克服这些感受 为伴侣这样做时 又因为姿势的原因 难民有服务之嫌 除了心理上的快感 很难直接让自己同时感受到快乐 就会让相当一部分人抗拒口爱 再加上大家对生殖器 本身就充满脏的认知 口爱这件事 也就更让人难以接受了 爱一个人 得有很多感觉 比如要在一起 永不变心的感觉 要和这个人相互理解的感觉 可以信任和依赖 这个人的感觉等等 爱情多数时候是感觉之上的 一个人认定另一个人 喜欢和一个人在一起 决定和这个人一辈子 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只有真心要在一起的人 才会常出现哪些爱情才有的感觉 所以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了感情 男人想知道一个女人 对你是否已经产生了感情 其实关注女人和你想相处时候的细节 就能觉察 真爱的感觉 很多人觉得真爱的是多么夸张和伟大的一样东西 但其实感情的事情 感情的事情 多数男女而言 真爱就是真心相爱 能够真心相互对待 不会随便变心的意思 毕竟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 喜欢上另一个人 想要和对方在一起 就得花费心思去真心相互对待 但亲总是相互的过程 男女才能满满心意相通的 所以从言语上 从女人看这个男人的眼神 从女人说的话的语气上的认真程度 从她的一举一动 肢体表现上 男人就能从中感觉出来 女人对你真爱的话 对你就会是在乎的 就不是敷衍的 关于你 关于这个男人的事情 女人都不当做是小事情 包括男人的情绪等等 女人会非常在一起 无疑女人想和你暧昧 所以你的心就是她的心 她的心就是你的心 她对你是真爱的感觉 传递真爱的感觉 她随时对你好 随时给你准备一点小惊喜 随时记住了你的喜好 你的习惯 你的习惯 女性居爱好 甚至包括你工作的困境等等 总之她对你的喜欢 对你有了发展感情的意思 女人想和你暧昧 多数女人往往给你随时 对你好的感觉 而且不是说说的 是有实际行动的 无论是工作上的资源或者人脉 还是生活上的柴米油盐 女人能想到的 在男女相处的回忆里 女人想和你暧昧 那不是随便的 而是男人能看得见的真爱方向的暧昧 可以在一起 可以在一起 可以一辈子 可以相互付出的感觉 已经是另一半的待遇去给到一个男人 给男人另一半的感觉 希望你好 也会随时对你好 关心和心疼 心疼 机遇正面相处时候的反馈 时刻关注一个人 感情里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 才能说明一个人是有在在乎一个人的 是长久的感情 所以才会去不断了解一个人 去懂一个人 去时刻关注一个人 女人时刻关注一个男人 关于你的事情 他是感兴趣的 女人是会花费时间和精力的 他愿意给你时间 女人会时刻关注关于你的事情 感情里人说的 一个人心里有另一个人 才会做这么多关注对方的事情 才会在一个人身上耗费时间和精力 以此来走进一个人的心 显然女人想和你暧昧 她已经打算把自己的心给这个男人了 所以男人别觉得女人 只是和你试一试感情 其实女人是想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有一点以结婚类目的的意思 女人往往给你时刻关注你的感觉 很真实男人别错过 情感世界里面 一个人和一个人断了联系 不代表就是就彻底结束关系的意思 分久必合 和久必分 感情也是可以迫近重圆的 不过的男女的心是在一起 换言之便是女人和一个男人断了联系后 女人的心还依旧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那样感情才会有机会再一次产生 才有爱情的可能 女人喜欢一个男人 她的喜欢大都是稳稳的幸福 所以她决定系喜欢的人 一个人真心喜欢的人 短时间内很难就这样轻易放弃 或者不喜欢了 喜欢不是自己说了不喜欢就不喜欢 男女都得扪心自问 都得去看一个人的心 不随便放下的 不能放下的感情 就真的是真感情无疑 所以很多人容易错过 而一部分人没有错过 断了联系后 女人还喜欢你 不会错过你的信号 便是这一个字 感情里还喜欢一个人 就会想要在这个人的身边 办了联系 大了联系 但也只是不联系 女人不选择淡出男人的生活 点滴里 男人还是能见到她 只是她不找你 或者不联系你 男人和她身边的朋友 还是有点联系 男人也能从中知道 或者了解到她的动向 她的动态 无疑男女之间 男女之间 感情里面 断了联系后 女人和一个男人决定不再联系 那么就会彻底离开 而不是一直在 而不是还在男人的生活世界里 有存在感 无疑感情里 感情里 女人对你这个男人的感情 还是有的 即使断了联系后 她的心里 还是不能放下这个男人 所以即使不联系 她还是会见你 可见女人 还是喜欢这个男人的 她还喜欢你 别错过好好沟通 不会留下遗憾 她留在你的身边 她留下了很多 你可以找到她 见到她 知道她的消息 她只是和这个男人 断了嫌隙后 却没有彻底离开 况且男人可以觉察 断了联系后 女人还是有留意你 消息的状态 有时候你的朋友 会告诉你 她最近在打听你的消息 她出现在你的视线范围内 感情都是相互的 她留意你 还想让你留意到她的生活 她的消息 她在哪里 她最近在做什么 她的动态 也是会给你一些暗示的感觉 我以感情里 感情里 女人的心中对这个男人是有一点误会的 因为误会 所以断了联系后 女人并不能真正忘记这段感情 毕竟是真心喜欢 而不是随便对待的 而不是背叛的原则问题 所以即使断了联系 男人可以觉察 女人还喜欢你的信号 便是留意你的生活 也让你还能留意到她的动态 还会帮你 说明还是对你有感情的 说明她的心理对于你还是在乎的 所以即使断了联系 还是觉得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回忆 还是值得珍惜的 还是觉得可惜的 感情里一个人真正的断联系 是真的狠心 是真正对这段感情 对感情里的另一半已经施让到极致 或者是已经没有什么好留念的 觉得彻底结束了 毕竟感情感情 如果不做到彻底结束的时候 彻底结束 彻底结束 男女就会纠缠不清 感情最容易的便是解不断理还乱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很容易就会被很多因素干扰 比如心软 再比如妥协等等 所以感情里感情里 男女之间 断了联系后 女人还喜欢一个男人 对你这个男人还是有感情的 甚至有不能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的遗憾 那么女人的包 就是女人还喜欢一个男人 她还放不下你 你们还有在一起的希望和期待等等 情感是世界里 爱一个人 有很多种方式去表达 不管是哪一种 包括套路 只要是真的喜欢 而且对方也有意 那么感情就是足够的 可以相互传递感情的时候 不会相互错过 爱情的真假 看清楚了 爱还是不爱 也要看清楚了 多数男女是敢爱也敢恨 不会盲目爱上 但是缺越爱上以后 会爱得清醒 历尽真正长久的感情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真心的样子 显然就是得爱得清醒 别在感情里糊涂了 这就是爱的意思 爱一个人的初衷所在 她见到你会脸红 你不小心对视上 这是不经意间的举动 但是女人对你是在乎的 你能激起他们心中的爱情的海 从而有波澜 为你情绪化 无疑感情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动行了 喜欢着了 有好感了 甚至想要对方聊 允许对方聊 好看清楚对方的心 好知道对方是不是也喜欢自己 爱一个人 生活中充满了爱的细节 只有细心的人才能觉察 只有真心的人才能有和自己爱的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 所以显然 显然 女人与虚拟男人聊 会有脸红的表现 其实就是她喜欢上你了 她用她的方式跟男人表达爱的情感 与此同时 自然也意味着 男人女人允许男人聊 对你有情也有义了 很真实会有回忆默许 暧昧的行为 别人说你们之间似乎不只是朋友 那么简单 她不去澄清 也不去解释 这时候多数男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爱 没有感情的意思 其实多数女人面对别人 对你们之间的各种爱情的猜测 其实在女人看来 这都是闲言碎语 都只是一种试探别人生活的不礼貌的表现 没有必要回应别人那些糟糕的话语 因为那样子反而会激发出来自己本身的恶的一面 所以多数女人而言 感情逆她喜欢一个男人 她撩一个男人 也允许男人撩自己 多数女人 她们更会选择一种男女之间两个人的方式 比如回应男人默许暧昧的行为 与男人相处的时候 彼此之间彼此之间 不拒绝独处 会及时回应男人说的话 包括关于爱情方面的 如过去的情感经历 女人也会回应和默许 可以告诉男人 无疑感情 很真实 只是男女两个人喜欢还是不喜欢 女人允许男人聊没错了 还靠近你 所以跟你讲自己的事情 也跟你说她自己的兴趣爱好 男人可以觉察 女人对你有好感 女人喜欢你 女人对你就是不是客气和疏远 而是靠近的行为 让你走进她的生活里 男人可以知道了解她并不难 总是顺其自然地遇见事情 显然感情之中 顺其自然便是有感情的 便是有真感情的 爱一个人 会有爱的表现 女人允许一个男人聊 她喜欢上了你 她对你就是充满可以靠近的感觉 给你送东西 给你送东西 帮你的忙 会见你会等你等等 靠近一对人不是简单说的 女人对你不会忽远忽近 对你有着始终如一的举动 无疑感情已经是真心的样子 女人不和男人拉开距离 是允许男人靠近 会让你撩 她的靠近也是对你的一种撩 爱便是如此相互的过程 很真实 别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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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